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 尼古拉斯主演的《遇见未来》 在拉斯维加斯有一个拥有超能力的魔术师小黑 他可以遇见自己未来两分钟内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小黑在表演结束后照常地来到赌场赚钱 却没想到因为自己的超能力已经被FBI探员暗中盯上 而赌博中百分百的胜率也让赌场下令抓捕他 小黑遇见了危机 于是匆忙逃离 之后他还遇见了两分钟后将有一个歹徒持枪抢劫 虽然顺利将歹徒制服 但因为手上拿着枪他被误认为是歹徒 尽管如此他仍凭借着超能力在保安的眼皮子底下机智逃脱 成功躲避了警方的追捕 小黑开着偷来的车去到了朋友家中 而探员也找上了门来 希望他能协助FBI破一起案子 但小黑并不愿意找到机会瞬间开溜 但他要逃去哪里呢 原来小黑想起总是在脑海中浮现出自己会在8点09分来到一家咖啡店 并遇见一位卷发女孩 于是他在8点09分来到咖啡店 果然一位卷发女孩准时出现 梦中情人出现了 小黑怎能放过 成功炮到小莉后两人相约开车去了小莉交书的地方 但在返程的途中大雨冲回了道路 两人不得不去开房 而小黑还是自觉睡在了车里 另一边一个恐怖组织得知探员在找小黑后 下令不管小黑有什么超能力都要把他干掉 此时恐怖组织的核弹已经运抵美国 随时可能爆炸 探员必须找到小黑 借助他的超能力来应对危机 于是探员通过小莉的汽车 查到了小黑住的酒店 并包围起来 小莉在与小黑放飞自我后 出门遇到了探员 探员告诉他 小黑是患有妄想症的反社会分子 请他将安眠药放入小黑的饮料中 并要求他把时间控制在两分钟 这样才能顺利实施抓捕 此时恐怖组织也跟着探员找到了小黑的位置 小莉在拿了药后 在小黑刮胡子的时候 将药放入了他的饮料 就在小黑要喝饮料的时候 经过思想斗争的小莉制止了他 并告诉他这是探员指使的 小黑在知道真相后 拿了另一杯饮料 故意走出门喝下 回到房间后 小黑向小莉澄清一切 并通过预知电视节目 向小莉证明了自己的超能力 小莉得知探员要找小黑的目的后 两人商量分头逃跑 但无奈运气太差 小黑被探员逮个正着 小莉也在逃跑的过程中 被恐怖分子绑架 探员将小黑囚禁 并要求他通过电视新闻 找到核弹的地点 惊讶的是 小黑通过电视 遇见小莉会被汽车炸弹炸死 为了营救小莉 小黑再一次使用超能力逃跑 小黑赶到案发现场 探员也同时追到 探员答应帮助小黑来救出小莉 两人联手合作 可是多次努力之后 小黑发现他无论怎么做 小莉都会死 但探员灵机一动 引导小黑遇见了对方的车牌号 并反向追踪到了 恐怖组织的码头基地 随后双方产生了激烈的枪战 混战之中 小莉被恐怖头目挟持并带走 小黑紧随其后 开了挂的小黑 一路上过五观斩六将 并且使出了影分身之术 发现了小莉的具体位置 使出遇见能力的大招 救下了小莉 就在他们以为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之时 在基地的核弹突然爆炸 所有人都死在了滔天的烈火之中 但电影当然还没有结束 回到小黑和小莉 在汽车旅馆的画面 原来在小黑和小莉两人 一番番云附雨后 小黑的超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 遇见能力的时间 从两分钟强化到了好几天 旅馆之后的这一堆事 都仅仅是小黑 用超能力遇见的而已 在得知了事情的严重性后 为了保护小莉 小黑主动出击 打了电话 联系了探员 在与小莉深情的吻别后 她坐上了探员的汽车 开始了一段 拯救世界的旅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